第八题要找哪些正确 A选项SO3和NH3皆有偶极矩 偶极矩的意思说的就是在一个分子中 电荷的分布不均匀 电子的分布不均匀 要判断电子分布 你就需要先知道这个分子长什么样子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 那要知道形状 你就必须要先把它的路易斯结构画出来 那我先来画SO3的路易斯结构 在路易斯结构中 我们会需要把所有的架电子都画进去 所以要先把架电子总数找出来 硫和氧都是6A族的元素 它们一样都是有6个架电子 所以一个硫和三个氧 总共就会有24个架电子 那我就把硫画在中间 氧画在旁边连起来 连好之后这中间一个棒棒 代表的是共用的电子 共用一对电子 所以现在已经画了6颗电子上来 对大部分的原子来讲 它需要有8颗架电子才会稳定 现在右边这个氧 只画了两个电子 我就要把另外6个也画上来 另外两个氧也是一样 要再补6个上来 这样子总共画了24颗电子 每个氧都稳定了 可是硫还不够 硫周边只有6个电子 还需要2颗 可是我总共只能画24个电子 这时候就可以把旁边氧原子的一对电子 拿过来和流共用 让右边的流氧之间 化成双键 让他们共用两对电子的意思 不过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管是拿右边氧身上的电子来共用 还是拿上面的 或是你想要拿左边的 其实都可以 而且画出来的样子都一样 那我们就会称SO3 它有三个共振结构 中间就会画成这种双键头 那实际上SO3的样子 应该是这三个结构的平均 也就是说在SO3中的 这三个流氧件 其实它们都长一样 而且这三个流氧件 它们全部都一样是一右三分之一件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用虚线来表示那个三分之一件 但看起来比较接近实际的样子 好那第二个步骤是要找分子的形状 不过另外一个影片专门在讲 分子的形状要怎么找 要找分子形状就是要找中心那个原子 现在是流原子 它旁边到底接了几个东西 这边的东西就包含了 它接了几个原子 还有它自己身上有几对固垫子 现在它旁边接了三个氧 没有固垫子 所以它旁边就接了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的基本形状是平面三角形 有了形状之后就可以来判断偶极矩 偶极矩关心的是电子分布的均不均匀 那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共架件来看 如果共架件两边连接的是相同原子的话 它们的电付度相同 两个原子喜欢电子的程度相同 所以电子就是均匀共用的 那我们会称这种共架件叫做非极性共架件 那如果共架件的两边接的是不同原子 它们的电付度会不同 这样电子就不会均匀共用 电付度越大就代表那颗原子它越喜欢电子 所以电子会比较靠近电付度大的那个原子 那这种不均匀共用电子的件就称作极性共架件 那我们现在的SO3 每一个件都是流氧件 是不同的元素 所以它的电付度不会相同 那电付度比较大的是氧 氧会吸引电子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偶极矩的方向向上化 那另外两个流氧件也相同 氧会吸引电子 方向就化得朝向阳 那现在一个题目要关心的就是 整个分子它有没有偶极矩 就是要把每一个件的偶极矩全部加起来 它的大小跟方向相加 其实就是向量的相加 那因为这些件头大小都相同 那它的分布也是非常均匀的 所以相加之后会是零 它没有偶极矩 代表这个分子SO3是非极性分子 那下一个要看的是NH3 现在中心原子是氮 它旁边有三个氢 还有一对固定子对 总共接了四个东西 这样子它的基本形状就是四面体型 我现在用这个涂黑的键 代表它是突出纸面的 虚线是凹入纸面的 那我把三个氢 还有一个固定子对放上去 那因为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部分 就只有原子 电子是看不到的 所以会说 这个NH3 有原子的地方 它所构成的形状 就是下面这个小的三角锥 代表要看的是偶极 就是要去看每一个件 它到底有没有极性 每一个件都是氮氢单件 氮和氢是不同的元素 有不同的电幅度 氮的电幅度比较大 电子会偏向氮 除此之外 还会看到上面有孤电子对 就代表氮上 它本来就多了一些电子 所以孤电子对 一样会算进偶极里面 那如果要画箭头 它的方向就是要由氮指向孤电子对 这样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这四个箭头它相加 应该会有一个合力向上 这就代表它有偶极矩 NH3是极性分子 A选项是错的 接下来B选项说 B1H2和H2S是直线型分子 就是要你判断它的分子形状 那大家可以自己练习画路易斯结构 那现在BH2旁边有接两个原子 接两个东西的基本形状就是直线型 H2S中间的流 它旁边接了四个东西 两个氢还有两对孤电子 它的基本形状是四面体型 可是把四面体型的两个位置的原子拿掉 换成孤电子对 你就会发现 剩余的原子 它的排列应该是弯曲型的 B选项不对 C选项 光气是具有极性的平面分子 你要先把光气的路易斯结构化出来 碳的旁边接了三个东西 基本形状是平面三角形 是平面的没有错 接下来就要看它的极性 氧的电幅度比碳还要大 绿的电幅度也比碳还要大 看起来总和好像是零 不过实际上氧的电幅度比率还要大 所以碳跟氧之间的电幅度差异更大 这个向上的箭头它应该比较大 所以整体的偶极矩加起来 应该会朝上 而不是零 是具有极性的 C是对的 诸选项 NO2的架电子总数为基数 氧是五个 氧是六个 加起来总共是17个架电子 所以洛伊斯结构不会符合八语体规则 八语体规则就是说 应该要八个架电子的原子 它周围就会有八个 那如果像氢 它本来就应该是两个 它就要化两个 所以正常来说 这些电子它都会成对出现 现在既然架电子总数是基数 就不可能成对出现 也不可能让大家的外围都是八个或是两个 所以不符合八语体 诸选项是对的 那我把它实际上的路易斯结构也画出来 就会看到中间的蛋 它有单独不成对的电子 蛋的周围就只有7个电子 一选项 稳定态的SF6 是正八面体的结构 正八面体的话 就可以想象是 上下两个四角锥结合在一起 或者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中心原子流 的上下左右 还有前后 会接浮原子 那它说因为流汗浮原子的电幅度不同 这边是对的 浮原子的电幅度比较大 那我就把箭头全部都画出来 都是指向浮 而且大小相同 这样你就会发现 上下黑底销 左右黑底销 前后黑底销 所以没有几句 一是错的